那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我们海岛游的第一站呢 因为滴水湖也可以录影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韭菜玩家阿九 那今天呢 阿九跟老蔡来海岛游啦 那但是我们现在在的不是海边 还是个湖边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上海浦东临港新区的滴水湖 那这个滴水湖呢 其实是在造这片那个临港新区的时候 就是人工挖出来的一个湖 它大概直径有2.5公里 面积有5.66平方公里 大概差不多和我们杭州西湖一样大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滴水湖 就是观景最棒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叫滴水湖光 那其实这个滴水湖是淡水湖 然后它都是人工造的嘛 可以看到水这其实比较一般 然后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 它还可以坐那个乘坐帆船在滴水湖里面 滴水湖附近的项目也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我们海岛游的第一站呢 因为滴水湖也可以露营哦 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滴水湖的露营地 那怎么来滴水湖呢 如果你是上海市民的话 你可以乘坐地铁16号线到滴水湖站 然后下站之后呢 大概走2公里左右 就能到那个露营区哦 其实下来之后就是滴水湖 但滴水湖很大嘛 你要沿着它就是自己逛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自驾过来的人 那就更加方便了 因为滴水湖沿线它都是停车场 而且都是免费的 我们刚走的这条路就叫湖光平 刚刚那段应该就是 其实观赏这个滴水湖风景比较好的一段 这个其实是已经延伸到湖中的一个小岛了 然后滴水湖一共有三个岛 就是北岛西岛然后南岛 然后每个岛的功能都不一样 上面就是可以有一些游玩的项目啊 然后比如乘搬船啊就这些都可以 这个湖边的风还是挺大的 然后这里其实已经离那个海边非常非常近了 去那个南汇嘴那个什么公园就可以看日出 但我们今天等不到日出的是一天 然后这个滴水湖的设计理念还蛮 我觉得还蛮有诗意的 它是请说从天上掉下来一滴水 然后涟漪泛开泛开泛开就形成了这个湖 它这湖中间好像有一个那个标志 就是那个水滴的一个建筑设计的造型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今天比较遗憾 这个地方很适合滑滑板车 非常适合 觉得可以来这边骑行啊 然后就是跑步呀 放风筝呀 露营呀 坐游艇啊 乘搬船呀 都挺好的 就有点远其实 对 然后这附近还有什么上海天文馆啊 中国航海博物馆 就这些这种地方也很好 就很适合亲自过来 宝贼 怎么用 带他 我 Frankie 带他 你 什么 好 我 我 你 你 我